香港人真的很喜歡搶東西 讀書又要搶高分 做事又要搶上位 兒子又要搶女兒 女兒又要搶兒子 如果家裡有些家底的話 有長輩死了又要搶家產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試過 看電視年初一 人們異教之風 要搶著上頭煮香 搶到一扣一扣就覺得很好笑 但多好笑都不及 基督教界竟然會有搶做白線 這支歌仔唱 大家好 歡迎大家回到耶魯閒 今天跟大家說耶穌 講老人家和消閒娛樂夜的頻道 我是Raymond 非常之不幸 在2023年7月15日的上午 袁天佑牧師在家人的陪伴下 安息主懷享年71歲 死者而異 但想不到死了之後竟然有爭議 有什麼爭議呢 就是教會和袁牧師的家人 竟然就著舉辦喪事方面出現真意 很簡單地說就是得高望重的袁牧師 離世之後教會想大搞 但家人就通知教會 喂 不是啊 即是袁牧師生前就說不想鋪張 就不想有公開的紀念活檔 家人亦都尊重並且同意袁牧師的想法 但教會就堅持繼續搞 堅持繼續搞也都搞了一點 在一個不知崇拜 還是不知開周年大會的公開場合裡面 家人就衝上台搶咪 就講出袁牧師的意願 就說教會不尊重家人的意願 等等等等 整件事就揚了 揚了也都議論紛紛 就有很多不同的意見 教會也都很失禮 最後到這一刻 就是之前搞了的沒辦法 但未搞 決切次 割直九月2日 就應該還有一個 記念崇拜 或者追思崇拜那個物體 就是最後一個比較公開活動 事件到了這 Pakistani 好像下verage 屆洛 但是家人會不會連這個九月2日的聚會也不上呢 還是要記住最後已經釘了東西 就是我自己就不知了 我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聊一下這件事 不過聊之前就要離身我自己 就不是回巡理會 更加不是回香港課 回香港課我也有幾個朋友在裡面 而我跟巡理會沒有任何關係 我媽媽回巡理會 但是我媽媽又不理我回教的東西 我又不理我媽媽回教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完全沒有任何關係 我跟袁牧師也是完全是素未謀面 不過我就在電視上看過她的事 聽過她的事 就是在雨傘運動裡面 其實當時她是香港堂的堂主任 她堅持開放香港堂 給一些有需要的朋友去休息 而也都在早兩三年的反修例的風波裡面 她雖然已經退休了 但是多次去到示威現場 就去了解示威者的需要 去陪伴他們為他們祈禱 甚至在理大事件 都一段時間進了理大 去為一些示威者去祈禱 所以我也非常 我也非常欣賞和尊敬袁律師 也就是遺憾沒有機會跟她學一下東西 其實我想分享一下自己 其實我也有一段時間 從事一些長者的晚期照顧工作 所謂晚期的照顧 就是在長者臨終的時候 通常就是年紀真的很大 知道她的身體慢慢走下坡 或者已經知道她確診了一些絕症 生命都去到盡頭那幾個月了 我就會去跟她做一些陪伴的工作 表解一下她會不會有些恐懼 看看怎樣可以疏理 或者她會不會有些最後的心願 嘗試幫她達成 可能在醫療的方案裏 有些長者想堅持要繼續去治療 有些長者說 我不想接受某些治療 甚至乎 治療就是在身前 身後一些後事的安排 我也會嘗試和長者探討一下 那些長者有沒有想法呢 沒有的就給家人搞吧 如果長者有想法的話 其實我會幫她記下 有些時候我會盡量嘗試 趁長者還有精神 約了家人和長者一起談 讓長者自己把自己的意願 去跟家人說 但就算不行也好 我都會寫下 長者可能簽名 甚至乎是錄音 可能她寫不到東西 但錄音給家人聽 咦 長者有這些意願 通常這些意願是什麼呢 譬如長者真的想一起重担 有些子女就告訴我 不行啊 Ramond Sir 我媽媽和爸爸抽大 我這麼辛苦 我沒有辦法要她一起重担 我一定要死得風風乾乾 我一定要幫她大搞的 這個很明顯 就和我所掌握的長者的意願有不同 那我自己就會跟她說 女兒或兒子 我明白你很愛惜你的爸爸或者媽媽 那我有責任告訴你 你爸爸或者媽媽的意願是怎樣的 那說完了 你們清楚了 但你們仍然堅持 按你們的做法做 那你就按你的做法做 這個是我作為社工我接受的訓練 還有我過去這樣做 那除了一些大小搞之外 其實都是安葬的安排 那譬如有一些長者跟我說 她只是想紀念殺灰 但是她說不想浪費錢 又不想抽個陰位 不想兒女賣個位 那兒女堅持要幫爸爸或者媽媽 要有個位 那通常都是這些 那我自己都是表達了長者的意願 那有些就 我媽媽這樣想 就按媽媽意思 那有些就 不行了 我都是有自己的想法 那我就說不要緊 那總之我把長者的意願告訴你 那你就按你們自己的想法去做 那其實我覺得出於這個原則 那我就是絕對支持那個離世者的意願 其次就是家人的意願 那如果很清晰地表達了 即袁牧師向家人表達了 我不想有任何公開的紀念 我不想大搞 我真的走了之後 你們不要幫我搞任何事情 那你也將我的想法跟教會講 那其實我覺得教會是應該尊重死者的意願 即死者的意願就是不想大搞 現在只不過是不是死者的口說 而家人跟你說而已 所以你尊重這個意願 其實是尊重死者的意願 亦都尊重家人的意願 我不知道 這個是我過去一路的做法 我都以為教會都是這樣做 那但是教會為什麼堅持一定要大搞呢 某程度上我也都明明地的 譬如有很多年出生入死的一些教木同工 我的好兄弟走了 我當然想幫他做些事情 或者不要說你平輩了 即是你的會中會友 這樣袁牧師帶著他們大的 幫助他們成長的 一個這麼尊敬的長輩離開了 個個都很憂傷很痛苦 都想幫袁牧師做些事情 如果沒有做到 可能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 他覺得做了一些事情 可以幫自己情感上有些出口 可以幫自己也有些宣洩 這件事我也理解的 我都有幻想 即是我自己 都有一個很尊敬的牧師 我和我的關係很密切的牧師 即是在我整個信仰的過程 他都給了很多的支持 很多的教導 我都在幻想 如果一天他走了 即是他真的要離開了 離世了 其實他的後事 他沒有人搞 我絕對願意抱上身 即是我也想幫他做些事情 但是如果他很清楚 和我表達了 我不想搞那麼多事情 特別是你幫我搞 我特別不想 那我就不搞 或者他的公子 走出來 我媽媽說 不想搞那麼多事情 為了 為了 我會尊重 我那位牧師 亦都會尊重他的家人 因為其實我搞那麼多事情 我都是想為了牧師 是不是 如果我做的事情 不是他的意願 那我肯定就不是滿足他 不是滿足他的家 是滿足我自己 那你說 怎會搞白事 是為了滿足自己 整件事會不會有些瘋 但是 我又要說 即是又退後回很多很多步 我也都會明白 即是可能教會覺得 真的很多的會友 其實都相感 他們都想做些事情 即是給他們一個情感的出口 給他們一個傷痛的出口 給他們希望復原 給他們好過些 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想 但是如果是這樣想的話 其實雖然這個想法 我是接受的 另一方面 就是 我又會想 除了這樣一些 這麼公開公然的一些 紀念活動之外 是不是自己私底下 真的沒有事情可以做到紀念呢 或者去到 即是回到教會裡面 安靜的旗下圖 即是回憶一下 跟袁牧師的相處 跟自己講納智 即是袁牧師的一些教導 即是好的實踐 即是很實踐 即是很實踐的 當然是在講的那些教導 是可以令到你和神的關係更加好 你在地上的見證 更加好的一些教導 你很好的實踐 其實這些不是更加可以 即是另一種 不要說更加 至少是另一個途徑 去另一個方向去紀念到袁牧師 什麼這樣 其實我覺得袁牧師 這個圓字 其實都很奇妙 即是你看到這張照片 我現在做到這張照片 其實袁牧師的離開 即是好像做了一個車頭照的相框 一框住他這個圓字 就已經是落圓的圓 我也都相信袁牧師今天已經在樂園裡面 既然在樂園裡面 即是讓他安樂 舒舒服服 那麼繼續在樂園裡面 是不是 見到這個情況 有什麼人會開心 我相信沒有人會開心 剛才我講過 我也有兩三個朋友 在香港堂上回教會 我也有問過他們 其實正正我只認識兩三個人 兩三個人裡面 已經有人說 那當然是聽師母說 也有人說 喂不是 袁牧師 走了 沒理由教會 不搞一些事情 我支持教會 我只認識兩三個人 兩三個人都已經有不同的意見 跟何況整個香港堂這麼多人 跟何況整個巡理會這麼多人 我相信 就算不要說分裂 也肯定有些分歧 在裡面 所以希望這件事快點去結束 快點去平靜 大家真的可以平心靜氣 想一個更好的方案 讓這件事去圓滿 希望袁牧師的無論家人也好 教會同觀也好 會友也好 所有接觸過袁牧師的人 都平安 都可以好好學習袁牧師 對我們的教導 繼續努力在信仰裡面 好 稍後還有讀經的時間 希望大家可以一起讀經 好 拜拜 多謝大家回來一起讀經 今天讀的經文 之前都有其他片 跟大家讀過 就是詩篇二十三篇 都是一個 幾常在安息禮拜上聽到的經文 我們一起讀 好嗎 找到一起讀了 預備 一二三 遙和華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自缺乏 他使我躺我在青草地上 令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他使我的靈魂蘇醒 為自己名引我走二路 我雖行過死暗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像你的肝都安慰我 在我的人面前 你為我擺設賢夕 你用油膏了我的頭 使我福杯滿日 我一生一世 必有因慰慈愛 隨著我 我且要住在 耶和華的面中 直到永遠 好了 今天的時間到這裡了 記得幫我讚好留言 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好了 拜拜